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這個熱能的單位 那熱能的單位呢 我們介紹三個 那標準單位叫交耳 常用單位叫卡 那各位記住一句話 這個標準不一定常用 舉個例子 就像溫度呢 你不會跟人講說 現在外面天氣很熱 303K耶 不會 你還是會講度C啊 所以標準不一定怎麼樣 標準不一定常用 好 第三個單位叫做音質單位 那音質單位呢 叫做VTU 什麼叫VTU呢 各位 第一個V叫做British T叫做Thermo U叫做Unit 叫音質熱量單位 好 老師 那沒事介紹音質熱量單位幹嘛呢 各位 這個音質熱量單位 會跟等一下我們講到的這個冷氣機有關係 先預留一個伏筆 好 那這個交耳定義呢 是一牛頓的力 讓物體呢 前進一公尺 所做的功叫一交耳 這個基本定義大家應該要會 至於卡的話 它一大氣壓下 讓一克的水 從14.5度C 升高到15.5度C 所吸收的熱量 那國中不就是說 一克的水提高1度C 所吸收的熱量 叫一卡嗎 各位 如果你嚴格的去測定 你會發現 水呢 在不同的溫度 其他所吸收的熱量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最嚴格的定義是 14.5度C 到15.5度C 這個1度C 所吸收的熱量 叫一卡 好 不過呢 這個詳細的細節 你不用去管它 那我們在這裡呢 算的時候 並不會算到怎麼樣 算到這麼的複雜 那我們還是怎麼樣 還是一克的水提高1度C 所需要的熱量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一卡 至於他們怎麼換算呢 來我幫你列在怎麼樣 列在講義上 那其中這個一卡等於4.186 或叫4.2焦耳 這個數字理論上 各位是要記起來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等到後面 講到熱功當量的轉換的時候 好 我們才會進行這個計算 那接下來呢 我要簡單來介紹一下 這個所謂的BTU 因為這個BTU呢 跟我們生活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應用 就是所謂的冷氣機有關係 那你說老師 那冷氣機怎麼樣去衡量 這一台冷氣機的 這個冷凍能力 冷房能力呢 各位關鍵在於什麼 我們的房間其實會吸熱 你說老師房間會吸熱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房間的溫度 如果降低以後 那周圍的溫度比較高 那我們剛剛不就講過了嗎 熱會從溫度高 流向溫度低 所以呢 你冷氣機要有個作用 什麼作用 你要從房間裡面移走熱量 你移走熱量的速率 必須要大於怎麼樣 大於這個房間吸熱的速率 你移走熱量的速率 要大於房間吸熱速率 這樣子房間裡面的溫度呢 才會怎麼樣才會下降 你發現冷氣機一關掉 房間呢 馬上又從怎麼樣 又從外界吸熱 溫度馬上又提高 所以呢 我們怎麼樣去衡量 一個房間呢 這個一個冷氣機呢 它的冷凍能力呢 就是要看 每一個小時 它可以從室內移走多少熱量 這個我們叫什麼 叫冷凍鈍 簡稱叫做鈍 但注意這個鈍 不是指重量的鈍 這是什麼 這是音 這個是冷凍鈍 好 那我們一般呢 用的時候就是用所謂的音質冷凍鈍 你說老師為什麼不用公制的呢 沒辦法 科學是怎麼樣 科學是這個西方的這個發展 所以呢 這個最早的這個單位呢 也是怎麼樣 大家最習慣用的單位 那一個音質冷凍鈍呢 是一個小時要從室內移走1200Vtu的熱量 那這個數字你不用去背 你只要了解一下 原來我們講冷氣機的這個冷房能力 一個音質冷凍鈍 是指一個小時從室內移走1200Vtu的熱量 好 至於1200Vtu到底是多少熱量呢 那這裡可以怎麼樣 前面我們剛剛講 這表格裡面有怎麼樣 有換算 那我給大家呢 一個簡單的一個參考的數字 就是以台灣的面積計算來講 叫做每一瓶 那一瓶呢 需要0.15個冷凍鈍 我剛剛講 如果這個鈍數不夠的話 那變成怎麼樣 你的房間溫度不會怎麼樣 不會降低 這個你可能怎麼樣 可能只是 你一移走熱量 房間又從外界吸熱 就發現了這個溫度不會怎麼樣 不會跟著下降 好那接下來呢 一瓶需要0.15個冷凍鈍 一個冷凍鈍 是1200Vtu每小時 所以呢 我們如果換算一下的話 一瓶大概需要1800Vtu每小時 那你可以把這個數字呢 簡單記一下 好下次呢 你去這個選冷氣機的時候 你看上面標7200Vtu 好 7200Vtu相當於可以用在幾瓶呢 好 各位我們剛剛講 一個冷凍鈍是1200Vtu 一瓶需要0.15 你把這兩個乘起來是1800Vtu 所以如果它上面寫7200Vtu 大概是用在4頻左右 4頻左右 好 當然這個冷氣機的規格上面會寫4到6頻 那4到6頻的話 那這是一種廣告的說法 那嚴格來講應該適用在所謂的這個4頻 好 那我剛剛講 如果你的噸數呢 選的怎麼樣 選的這個不夠 那這個溫度不會下降 好 那如果你噸數呢 選的太大 這個壓縮機呢 會頻繁的啟動 為什麼 因為你移走熱量速度非常快 對不對 哇 這個一開冷氣機發現溫度就降低 那當然降到一個程度 冷氣機就關掉 你會發現了這個壓縮機呢 會很頻繁的這個啟動 比較耗電 當然選冷氣呢 不是只有看這個數字而已 其實跟很多因素有關 比如說你的房間會不會怎麼樣 會不會曬到太陽 如果你在頂樓對不對 這太陽一照 哇 那你吸收熱量可能怎麼樣 可能更多 那你的噸數可能就要怎麼樣 就要更大 那再來呢 比如說你的房間是挑高 如果你的房間挑高 那整個空間其實怎麼樣 比較大 所以呢 如果你怎樣 要選的話 這個噸數可能就要選怎麼樣 選比較高一點點 好 所以這裡面呢 有一點小小的這個基本常識 來接下來呢 那其實有一個怎麼樣 有一個 現在大家非常關心的 環保就是所謂的ER 叫冷房能力 因為你就要看啊 我怎麼樣 我消耗電能 那到底這個 你消耗掉這麼多電能 那我可以在每一個小時裡面 移走多少熱量 那我消耗的電能呢 越少 能夠從房間移走的熱量越多 它的能源效率的比值 當然也就怎麼樣 也就越高 好 一般而言的話呢 這個溫度呢 這個ER呢 如果提高0.1的話 可以節省4%的這個冷氣的用電 那如果人家問你說 欸 冷氣機 誰發明的呢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開利 1902年 美國人的開利 那所以呢 如果你常看廣告的話 所以有一種冷氣叫做開利冷氣 就開利牌的冷氣 不過當然啦 你現在買冷氣的話 好像很少聽到怎麼樣 很少聽到這個美國的牌子 一般呢都比較常聽到這個日本的牌子 好 那關鍵在於怎麼樣 清出於藍而勝於藍 你發明欸 不代表怎麼樣 不代表他 就一定怎麼樣 一定做得最好 這當然跟你的怎麼樣 這個技術有關係 老師你沒事講這個東西幹嘛呢 那當然是有事才會講嘛 因為現在呢 欸 各位將來要準備怎麼樣 準備學測 那老師的講義呢 是多種用途的 好 可以幫助你準備怎麼樣 學測 有學測的題目 好 有指考的題目 甚至連實驗 我也把它怎麼樣 把它加進來了 那民國九十一年學測呢 欸 就考了一題這個冷氣機的問題 這個題目 當然在課本裡面都沒有出現 好 都沒有出現 這些名詞在課本裡面 其實都沒有怎麼樣 都沒有出現 那現在學測 你說老師 那物理怎麼準備呢 好 很簡單 平實力 好 其他科當然要唸啊 比如說像生物啊 低科啊 這個化學啊 這個要唸 但是物理這一科很麻煩 它比較難準備 為什麼呢 好 因為他考的東西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非常的這個雜 那甚至呢 有些東西 那根本課本裡面就怎麼樣 就沒有出現 他要考你怎麼樣 考你臨場反應 跟怎麼樣 跟判讀資料的能力 他給你表格 給你題目 要你當場去判斷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實力必須要日積月累 所以我前面一直在強調一件事 物理不能怎麼樣 不能只是 背背公示好像就沒事了 好 這個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去理解它 還是要去懂它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題目 那我帶大家呢 做一下這個題目 看看以後學測呢 到底要怎麼樣去解題 他說呢 下表所示 是加一兩種冷氣機的規格的說明 好 你去看一下這個表格 裡面有很多數字 很多專用名詞 那商務物照 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他說呢 其中的E2 是能源效率比值 欸 各位你要不要來猜猜看E2是什麼 第一個E 叫做Energy 第二個E 叫做Efficiency 能源效率 第三個R 這個字呢 可能大家比較陌生 叫做Ratio 叫做Ratio 就是比值 叫能源效率比值 簡稱叫E2 那根據表中的資料 下列有關於冷氣機規格的敘述呢 何者正確 應選兩項 好 各位這等於是這樣什麼 這看表來做題目 不是看圖書故事 看表來做題目 來A他說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完全由額定電壓 跟運轉電流的成績決定 跟功率因素無關 好現在呢 哇看到第一個選項 這就麻煩了 為什麼 老師什麼叫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什麼叫額定電壓 什麼叫運轉電流 什麼叫功率因素 各位不要怕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名詞其實在表格裡面都有 他就是要看呢 你的這個閱讀理解能力 到底好還是不好 就算你把課本做了在手 公式背了再多 課本裡面都沒有出現這個東西 講義也沒有出現這個東西 考大家臨場反應 臨場表現 那你再看一次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在哪裡有 這裡啊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完全由額定電壓 跟運轉電流的成績 這裡有怎麼樣 有額定電壓 這裡有運轉電流 對不對 他說呢 這個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完全額定電壓 運轉電流的成績決定 跟功率因素無關 好功率因素在哪裡 在這裡 那各位 那我們現在來看 他其實要考大家一個東西 就是交耳定率 在基礎物理裡面學到的 好當然以後電學 有沒有看到 叫做P的IV I平方 R分之V平方 所以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他說完全額定電壓 跟運轉電流的成績 來決定 對不對呢 好各位這個110乘上6.7 乘起來是不是720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67乘上11 好那老師呢做個B 考試你們當然是不能帶計算機了 好這110乘上6.7 乘起來多少 737 各位現在呢 這個110乘上6.7 乘起來是737 好像不等於720 各位他說 這個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完全由額定電壓 跟運轉電流的成績決定 這一卦好像就不對了 對不對 跟功率因素無關 前面這裡就不對了 好不信你再試試看 110乘上8.25 乘起來會不會等於880 這個一看就是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因為110乘以8 就880了嘛 所以110乘上8.25 那怎麼會是880呢 所以這個題目講呢 他說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完全由額定電壓跟運轉電流的成績來決定 跟功率因素無關 好像不太對吧 對不對 所以考大家理解能力嘛 所以不用怕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有一點難 但是沒有非常的難 B他說以工智的簽交 做為熱量單位 那這個ER的數值會變大 什麼叫ER 就算我英文很好 叫做Energy Efficiency Ratio 可是問題是 那你說用工智的簽交 做為熱量單位 ER的數字會變大 怎麼辦呢 來吧 這個看表 做題目 來各位 ER在這裡 那這個看得懂嗎 這是千卡 這個W是什麼 是瓦特 這個H是什麼 哇 很多人看不懂這個H H是hour 小時啊 各位 其實你要不要猜猜看 什麼叫ER 來 我剛剛其實有講過 你冷氣機要插電啊 你消耗電能 你消耗能量 你消耗能量 你要回饋我嘛 你的回饋就是 你每一個小時 可以從室內移走幾千卡的熱量 所以這個所謂的ER 就是你每消耗掉這麼多電功率 你在一個小時裡面 能夠移走多少千卡的熱量 各位 是不是靠你臨場表現 所以你要看懂 這個怎麼樣 這個單位 看懂這個符號的意義啊 這就是物理的重點嘛 如果你現在呢 改用怎麼樣 改用所謂的千礁 作為熱量單位 那一二數字會變大 欸 對不對呢 各位 一卡相當於4.2礁爾 我們湊個整數算 所以如果你把卡 改成礁爾 各位 一卡就4.2了嘛 對不對 這裡如果是2.22 你乘上去 欸 數字會變大 欸 對耶 沒錯啊 如果你用怎麼樣 你用這個千礁作為熱量單位 那一二的數值呢 會變大 欸對啊 所以其中一個選項是B 接下來C 他說一二是指冷房能力 跟總額定消耗電功率的比值 各位 前面我們都沒有提到一一二的定義 好考你臨場表現 那一二是指冷房能力 跟總額定消耗電功率的比值 對不對呢 來各位 冷房能力在這裡 每一個小時 可以從室內移走幾千卡的熱量 這是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那一二的值 欸 你從單位來看 我們半猜也猜得出 怎麼樣湊出這個單位 就要把這個單位去除以怎麼樣 除以這個單位嗎 各位 你現在就是把這個單位去除以這個單位 我當然是希望消耗比較少的電 對不對 移走怎麼樣 每個小時以內 好在這個室內移走比較多的熱量 那一二是不是這個除以這個呢 好 是不是這個除以這個呢 好考試你沒有計算機 不過你可以簡單估算一下 好1600除以720除出來多少 欸沒錯2.22 欸真的耶 真的耶 不信你再除一次看看 2000除以880等於多少 欸等於2.27 2.27 欸對耶 各位就算你不從這個數字來看 你從單位來看 也可以判斷出說 一二是冷房能力 跟總額定消耗電功率的比值 這個是對的啊 沒有錯啊 考大家這個臨場反應 所以C也對 音選兩項答案VC就決定了嘛 對不對 好不過呢我們還是把它看完 他說就節約能源的觀點來看 假機種比乙機種優 好那哪一種這個機器比較好呢 好其實考大家基本概念 就是一二的值要越大越好 我剛剛講 你當然是希望能夠消耗越少的電 那能夠怎麼樣能夠從房間呢 快速的移走更多的熱量 所以這個一二的值應該是越大越好 所以呢 以應該會比較好 所以呢 他說就節約能源的觀點而言 假機種比乙種優 不對 應該是以呢比較好 來最後一個一選項 使用的保險絲 它的電流規格必須要大於啟動電流 對不對呢 好那你看最後面 它寫一個安裝保險絲規格 125伏特15安培 可是這裡有一個叫做運轉電流 這裡有一個叫什麼 叫啟動電流 對不對 那你看題目的要求嘛 對不對 安裝的保險絲 它的電流規格要大於啟動電流 欸對嗎 保險絲的規格15安培 有沒有大於啟動電流 沒有耶 你看保險絲的規格15安培 有沒有大於啟動電流 沒有啊 所以一選項當然是怎麼樣 當然是錯啊 對不對 好你看這個表格 你就發現這個不對啊 但你一定會想說 老師可是 保險絲 可是你現在電流比保險絲的電流 這個還要怎麼樣 容許的電流還要來得到 啊 可是這樣不是會燒掉嗎 欸 雖然一選項好像對 欸 可是好像這個感覺又不合理啊 好各位 其實關鍵在於冷氣一開始啟動的時候 它需要比較多的怎麼樣 比較多的電流 比較大的電流 這有一點類似像你騎腳踏車 剛踩的時候比較費力 可是一旦呢 腳踏車開始前進以後 對不對 那根據怎麼樣 根據慣性 欸就算你不踩 它還是會怎麼樣 它還是會前進 所以你啟動的時候 那一瞬間呢 所需要的電流比較大 但是你不用一池都維持在這個電流啊 所以這只是啟動電流 這個叫做運轉電流 這個啟動電流需要怎麼樣 需要比較大 你說老師 啊可是就算這個電流大 可是大於保險絲的規格會不會燒掉 各位 這保險絲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你馬上超過15 馬上就會燒掉 不是這樣子的 那這樣我們保險絲可能常常要換 這個保險絲是利用怎麼樣 利用所謂電流的熱效應 好如果怎麼樣 如果這個電流流過這個保險絲 你持續都有一個很大的電流 好這個保險絲 金屬的部分就開始慢慢 會怎麼樣 會受熱 受熱開始它就會融化 融化以後就會怎麼樣 就會斷掉 所以基本上它融化斷掉 你只要不要一直都是怎麼樣 不要一直都是35安培的話 你如果只是一瞬間35安培 你不要持續太長的時間 這保險絲這個還是不會怎麼樣 還是不會融化 不會怎麼樣 不會燒斷 是不會燒斷 所以這個一開始這個運轉 這個啟動電流 比這個保險絲的規格要來的大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好這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基本上呢 他說使用的保險絲電流規格 必須要大於啟動電流 從這個表格裡面 你就會發現沒有 是小於啊 對不對 15安培小於怎麼樣 小於35安培 好那我剛剛也解釋過 你不要一直都是怎麼樣 不要一直都是35安培 好如果你一直都是35安培 它當然會怎麼樣 當然會燒掉啊 對不對 所以各位這一題學測 你有沒有發現 它在考什麼 就考你臨倉表現 就考你臨倉表現 對不對 這種題目你說怎麼準備呢 基礎物理的部分呢 各位這個學測 基礎物理的部分 其實不用準備 因為你根本也沒辦法準備 為什麼 考實力嘛 所以為什麼書上 我要講 這麼多的 這個所謂的沒有知識 也要嘗試 因為現在考題比較生活化 這冷氣機 是生活中的東西啊 對不對 那比如說怎麼樣 它有考電學 又考你一些怎麼樣 這個能源的 這個問題 現在很熱門的 這個能源的議題 好 所以我想這種題目呢 必須要日積遠 這個物理能力 必須要日積遠 不是說我一瞬間 好像讀一個小時 然後物理功力大增 這是比較難的 好 這個物理練功要練怎麼樣 要練比較久一點點 好 這蹲馬步要蹲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這個題目呢 這個一方面呢 也是示範給大家看 看大家到底要怎麼樣 去讀物理 那順便呢 也講解一下這個民國91年學測呢 好 裡面比較高難度的問題 那所以呢 你也不用急 就順著我們的課程 慢慢慢慢培養這個實力 好 那自然我們就有實力去應付指考 跟怎麼樣 跟學測 所以等一下這個題目 你可以仔細的再想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